欢快的音乐 热烈的舞蹈 5月16日上午 亚洲文明巡游 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景观大道上演 来自亚洲16个国家选派的表演团队 以及来自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28个表演团队 身着节日盛装 载歌载舞 为观众奉献一场饕餮盛宴 时时许 巡游至今 正式开始 作为东道主 中国的表演艺术家们身着56个民族服装率先亮相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随后 孟加拉国 柬埔寨 印度等远道而来的各国表演者们相继登台 精彩分成的表演 让现场的中外记者和观众大饱眼福 不时送上热烈掌声 因为你无法去走遍亚洲的各个国家 但是在这里 把这些各个国家都邀请过来之后 我们能一次大饱眼福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 之前可能就是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民族的那种文化 然后今天通过他们的舞蹈 还有他们的服饰 然后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民族的那种团结的精神 据介绍 5月16日至22日 亚洲文明巡游将在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16点各举行一场 观众们不出国门便可以体会亚洲各国别具特色的风情文化